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685集 林宇心童猛得一尘巨大的恐惧感和绝望感瞬间包裹了她 要知道她刚才可是亲眼见过 那些个微型机器人在蓄水灌壁之上攻击的情形 因为这些微型机器人内部具有一定的动力 所以他们一进入目标体内压根不会停下 可能会从林宇的脸颊直接啃尸进脖梗 大脑甚至顺着脖梗啃进她的胸腔 啃掉林宇的五脏六腑 几乎一两秒的时间之内 林宇便感觉到了这些微型机器人已经钻透了脸皮 钻紧她的脸颊骨了 此时她就算是将自己脸上的皮肉生生扯下来也无济于事了 除非她将整个脸颊骨都一并扯下来 可是那样还不如一掌拍死自己呢 好 此时站在窗前的魔鬼的影子看到这一幕 大喜不宜放声大笑 对于这种武器的厉害程度她自然最清楚不过了 只要十颗以上微型机器人钻入人体体内就足以要掉一个人的命 若是有几十个钻进去那完全可以将人视成白骨 林宇现在浑身冷汗如雨 屋内聚焚 她知道自己很有可能马上不久于人尸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她脑海中灵光一闪 紧接着迅速抬起右手狠狠一巴掌 拍向自己右脸脸颊 这一掌看似力道极大 但却夹杂着隔山打牛的巧劲 这一掌打出 巨大的力道直接将左脸脸颊中的微型机器人尽数冲涌出去 从林宇的脸颊皮肉中冲脱出来之后 巨大的力道仍旧裹挟着这些微型机器人 静止飞向了左侧站在窗前的那名魔鬼的影子 此时她物质得意昂首大笑 紧接着腹部猛然传来一阵刺痛 她笑声戛然而止 猛然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腹部 只见腹部衣服上多了数十个细小的破洞 而且破洞已经渗出了阴红的鲜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她脸色煞食一片惨白 满脸惊恐 原来林宇拍出那微型机器人飞到她身前之后 数十个机器人直接撞进了她的腹部 这些东西立马将她作为目标 瞬间钻进她的体内 开始疯狂啃噬起来 这个魔鬼的影子惨叫起来 只觉得自己的腹部仿佛有无数把小刀在旋转脚割 而且这种疼痛感不停地蔓延 从她的腹部迅速蔓延到小腹胸腔 她不停地大叫着 充满鲜血的脸上 布满了恐惧 双手用力在腹部撕扯着 将衣服撕碎 将腹部的皮肉抓烂 想要将腹部内的机器人掏出来 但是这不过是徒劳而已 剧烈的疼痛丝毫没有因为她挣扎而有任何的停滞 很快她已经站立不住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腹部的皮肉都已经被她抓得血肉模糊了 她胸口一颤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和平常人吐血不同 她这一大口鲜血中夹杂着许多细小的碎肉 正是她的五脏六腑 不 不 她瞪大了双眼 惊恐万分 声音微弱不可闻 很快身子也支撑不住 一头栽倒在地 不停抽搐 直到彻底没了声息 她来之前做梦都没想到 本来用来对付林宇的高科技武器 竟然会将自己送上西天 一旁的西蒙托夫看到这一幕吓傻了 后背被冷汗浸透 整个人宛如僵住一般的石化在了原地 动也不动 她并不害怕死亡 但是她害怕如此痛苦地死去 这一刻 她眼中再次有了一股恐惧感 看向林宇的时候满脸写着惊骇 三名魔鬼的影子合力对付重伤下的林宇 反倒在短短几分钟 两死一伤 而且在占尽了优势的情况下 又被人家绝地反杀 难免不让人感觉到胆寒 直到现在她才终于明白 军情处影灵的可怕 她才终于明白 为何会在国际上流传那么多 关于林宇神乎其神的传说 而实际上 眼前这个男人比国际上所流传的传说还要恐怖 西蒙托夫呆呆地看着林宇扮上 忽然猛地转过身来 翻身越过窗户落荒而逃 林宇此时压根没有心思会理会她 也没有心思理会那个死去的魔鬼的影子 她只在乎眼前这个活着的魔鬼的影子 好在仅剩一名魔鬼的影子行动有限 压根无法起身 不过刚才拍向自己脸颊那一掌 也让林宇的脑袋进入了短暂的眩晕 无力对眼前的魔鬼影子继续发动攻击了 那魔鬼的影子反倒抓住这个机会 一甩斗篷朝着林宇扑梗割去 仓促之间 林宇急忙往后一仰 看看躲过 不过她没想到的是 在她躲闪的同时 斗篷下面再次射出了一阵寒芒 急速射向她的胸口 寒芒射到了胸口之上 发出了一阵轻响 私下袒落 虽然这一次林宇能够明显感受到 胸口传来疼痛 但寒芒仍旧没有一颗打进身体 这名魔鬼的影子 见林宇完好无损 明显一正 她惊骇万分 这就是你们的局限性了 林宇此时头脑已清醒过来 双眼一寒 冷冷地盯着她 你们可以一个接着一个 扮演魔鬼的影子 但是你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吸收上一个扮演者留下的经验 死在华夏那两名魔鬼的影子 以及刚才死在窗前的那个人 知道那寒芒对林宇毫无作用 可惜这种作战经验根本无法转移到他们同伴的身上 所以林宇眼前这名魔鬼的影子本以为自己这套偷袭连招可以直接将林宇射死 哪怕杀不了她也完全可以将她打成重伤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这些寒芒打在人家身上毫发无损 就在她愣神的刹那 林宇蹭的一下乐器 同时一个侧踢狠狠地踢向她面门 虽然林宇这脚所使出的力道有限 但仍足够将那魔鬼的影子踢个半死 不过此时这个家伙猛然回过神来 迅速往后一躺 林宇这脚直接从她身上上方掠过 林宇神色一变 将腿上的力道一收 便踢为踩 狠狠地一脚朝着魔鬼的影子脸上跺去 这个家伙早有防备 身子迅速往左侧一滚 再次躲过林宇这脚 林宇见状再躲一脚 魔鬼的影子直接一连几个翻滚 滚出数米远 紧接着她身子一顿 反向一回 同时双手用力按地 右腿用力一蹬 凌空窜起飞奔向林宇 自上而下 一连数掌拍出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